大家有发现吗 现在建商盖的房子 其实都会尺寸小一点 因为现在是个小宅当道的世代 人口升的比较少 房价也一直在趋高 但是我跟你说 今天在台南这个案件 室内其实18平 照理说也算是一个小宅的尺寸 可能规划个两房差不多 但今天太厉害了 我们的设计师竟然巧手规划 18平的室内空间 竟然可以三加一房 两厅两位 Total的预算竟然不到百万 这CP值很高 吴大哥你有满意吗 真的很满意 这个笑容看起来真的很满意 而且因为不到百万的预算 但是你看到 其实我们用了很多的异材质 整个的大气氛围感 其实都是有被做到的 所以说今天找到这个宇托设计 它不只专业这个设计感 还有它的那个整个价值感 那刚刚你所抢的那个CP值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 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生活比较辛苦一点 但它有办法在这种高估价 还有这个疫情当中 把我们所需要的做出来 而且价格又不高 我觉得真的不错 如期如值 而且又超出你心目中 所想的那个氛围感 全家人群围在这边聊天的感觉 是最棒的 对 在刚刚总监来之前呢 我已经私下跟我们的屋主 好好的真心化大冒险一班 而且非常满意 就是把18坪的空间 变成三家一房两厅两位 我实在觉得太厉害了 到底我们詹总监 你怎么样把这个空间的放大树 给放出来的 我们为了让空间体视野更为框长 我们把客厅及餐厅厨房 解采为开放式空间 同时在基本机能之下 我们把客厅及书房 以半高墙作为区隔 部分的穿透 可以让两边的空间不会压迫 此外 包括这个八台也有玄机 我们将台面设计成可以旋转式的 这样一来 空间自然就框长起来 那再来我们会想说 那18坪我们做的空间这么的放大 会不会没有收纳 总监说收纳统统做足做好 先从我们一路门的玄关 我们一开始玄关这一边 我们有做一个鞋柜 跟一个大型的收纳柜 还有穿鞋椅 而且我们在转角这一边 有一个转角展示柜 客厅定视墙旁边有个大型收纳柜 下面有个矮柜 餐厅这一面也有电器柜 矮柜跟吧台 如果屋主他们要真的要小小啄一下的话 可以把吧台延伸出来 然后我们也是有做个成板 螺空式的成板 放一些 对放酒或者艺品艺术品 对对对 那接下来到了书房 我觉得书房也很精彩 我们那边的收纳 还有我一直以为它是书房 没有 它是除了书房之外 还是个喝茶区 对南乌书 它有泡茶的习惯 所以它有跟我说书房这一块 切割一小部分做泡茶区 对 其实小瓶处不外乎就是 我屏销有没有做足 我的收纳有没有做好 今天空间只有18坪 18坪然后我们用的预算 不到百万的状况之下 屋主说了 因为我是生意人 我希望我的18坪空间里面 要有奢华感 对 这个预算 总监真的做到 我们先说一进门玄关的地方 你抬头看 你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 对我们特别板是用弧形造型下去延伸 它里面是很多管线跟梁柱 我们就用弧形下去把它呈现出来 再加上一些灯条把它呈现出来 让它有一个曲面这样子 而且看起来不会很锐利 然后在玄关这一个柜体 我们也是用玄吊式的灯条也是砍灯条 这样子看起来 它的玄关柜体会比较轻盈感 而且回家的时候会比较温暖 然后在我们转角这一面 我们用清水膜的下去呈现 就有好像一个端井柜这样子概念 而且用弧形下去呈现出来 然后到了客厅 所有空间最灵魂的地方 我们的电视墙还有我们的书柜 到底怎么样呈现出那个大气度 又可以控制在预算里面呢 我们墙面选择有实纹的纹路 来衬托大气感 并加上金属作为线条的勾勒 下方的柜体也有用灯条作为修饰 可以让整体空间更为轻盈 我们在书柜底部选用 锈石的纹理跟深色木纹作为搭配 并且玻璃镜面作为点缀 以及在城板跟开放柜 也用灯条作为修饰 来呈现空间中的丰富层次感 书房的深色木纹较为沉重 客厅墙面时纹较为大气 这样一来就能让两边的空间作为呼应 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的异材质 石材啦 然后我们的金属垫条啦 锈石啦 或者是我的一些镜面 照理说会感觉很锐利 但没有我们的总监再加上很多的木头色 让它去平衡 因为屋主也是一个很沉稳的人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就让人家觉得大气很舒服 最棒的是宫领域的空间感真的很好耶 我们来到私领域的时候会发现 哇 被一个蓝色色系去包围的感觉 为什么特别选择蓝色 我们主要是因为南屋主吴大哥 蛮喜欢蓝色系列 那所以我们透过了色彩心理学融入了设计 那又以蓝色代表迎接朝气 跟清晰明朗的色彩理念 让自然与艺术走入了居家里 我们并选用了浅色与原木设系的柜体 营造出深浅有度 以及梳眠放松的效果 再搭配一旁的调光脸 可以随意调整室内的光线的亮度 让整个私领域空间更明朗 更清新 吴大哥 我想问一下 即将要入住你的心情是什么 很期待 也很开心 尤其我们张总监帮我设计到一个 吧台的那种概念 那我们可以坐在我们吧台上喝个茶 我们要看个夜景 这也是我很期待的一个物件 可以慢慢的过生活 我想问张总监 你觉得一个好的作品 它具备什么样子的元素或是条件 我们先透过屋主的需求与生活习惯 用了液材质及色彩作为搭配 让整体空间设计更加协调 这样一来 可以让视觉更加顺畅 再加上有了自然的彩光 即灯光效果所产生的氛围 就可以创造出温馨 与使用的居家环境 真的很期待吴大哥之后 入住之后的那种感动感 跟家人之间的互动感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张总监 谢谢我们张设计师 恭喜我们的吴大哥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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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